大家好,Ferrin好 我講的是無人機宣導和應用 其實這個之前有一些資訊 在那個黑費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看 主要是這一個 這是105年那個民間局統計的 人家畫洪框的都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廢案其實是還蠻恐怖的 你們看到的新聞啊 像這種新聞啊 通派系入侵啊 或者是這種郵輪廢 這個都是新聞有報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更嚴重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那個 黑費專案有做的就是 一些宣導 把圖資 民間局的圖資啊 轉換成大家比較方便 可以讀取的方式 我們也做成 影片教學可以自己去看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為了這個 我要去考那個FAA的那個政策 所以說我會認為 台灣的廢案其實是 還蠻落後的 只是因為 那種教育啊 跟宣導其實都不夠 那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興趣啊 可以 可以研究看看 那這個呢 嗯 這個可能後面這個 比較輕薄 如果說齁 這個 去檢舉一個 那個 平常區的空拍啊 有三十萬啊 我們可以 可以有獎金的話 這個算法呢 因為我收集的 那個是幾把褲影片喔 都是像這樣子 很明顯 這個都去各自化了 那你們一定 電視不出來 這個影片是 在哪裡 是誰拍的 那有 像這次台北政會啊 最有名的就是 北門 剛好在信唐區 那個縣裡面 比如說一堆人會去 拍那個北門 就很漂亮啊 就拍 那拍完就是這個結果 那只要影片上 上傳 你只要有爬鬆 你會 YouTube跟那個 那個 FB都可以抓得到 這很簡單啊 啊 之後啊下一步呢 呃 可能要研究一下 可以取得 那個 民航區那邊 合法申請無人機的活動 的時間跟地點 這個很重要 因為影片很多 要怎麼去辨識 他到底 是不是有沒有申請 再來是 研發那個 主動式無人機 只要他 接近的時候 會警告或感染的設備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